歡迎回來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目前的國際盤最新的變化 這個是在美國的電子求貨盤 道磚期目前是漲了90點 漲幅在0.52% 那麼納指期跟標普期 目前也都有0.5%以上的漲幅 那麼特別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在歐洲部分 我們來看這個歐洲 在德國第一季的GDP 年增有1.3% 那麼另外還有英國的央行的行長 他剛剛有最新的說法 他說為了刺激經濟 他們必要的時候 他會有負利率以外的一些選項 持續的刺激經濟寬鬆 目前我們看到了英國的股市 目前是漲了接近一個百分點 漲了0.96% 另外在法國跟德國 德國漲更多 大漲140點 目前漲幅來到1.42% 國際盤的表現都很不錯 那麼我們台股呢 好 趕快回過頭來 我們帶大家來看看 這個陳哥來 剛剛陳哥講了 這個外資挑的股票 不如內資啊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這個業績發表會要起跑了 有一些貴買中心的亮點股票 這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是F股的業績發表會 從今天開始連續四天 今天就有了惠陽跟詠欣 惠陽其實很多長期存股的人很喜歡的股票 另外呢 像明天的會有泰鼎跟傑敏 26號有F玉琦跟茂林 還有27號有康蓮跟康友 其實這些股票很多都已經漲起來了 F基本上來講是 不是公司不是在台灣的一些F的掛牌的股票 而且F股基本上來講 我來看一下有沒有掛在美國的 沒有 沒有掛在美國的 除了 其實掛在美國也是 但是它基本上來講 你除全息都比較沒有稅的問題 因為有600多萬 680萬的免稅額 那我們來這裡講 我們很快來看一下 我們交易所都很 對投資人都不錯 他會去點鬧鏡 叫集黨來做法說 這個業績發表 一般來講 交易所總不能挑一個業績 老是一直衰退的公司 就是你要辦業績發表會 照理想你要有業績才能發表 你總不會叫一家公司來 他是還帳面虧損 然後跟你講說 我馬仔不會下市 那不可能 對 不可能 所以一定就是 是不是這樣 像我們以前小時候 那個幼稚園後面貼黑板 不都會貼那個 模範生 模範生獎狀 或者是作文寫很好 作品貼案 當然是這樣 他就選大概不同產業 他會來講 或是他的財務穩定度比較好的 表現比較好的 好學生簡單來講 好那這些就是好學生 基本上來講 第一個5月24號 今天下午這兩家已經發表了 他說第一劑是谷底 你看BDI指數 你本來就知道第一劑是谷底 基本上他其實是獲利一直穩定的公司 但是都沒有人對他有琢磨 你看他股價就停在那個地方 我們來瞄一下 我們看一下會陽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會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每一檔看一下 他再公平 當然有的時候有量的問題 量比較小的 你自己小心 你看 都怎麼不頂著 這是會陽 那詠欣呢 今天的詠欣 詠欣說他足跡會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 他大概的還有一點感覺 那再來的部分 明天 明天 明天的太鼎 明天的太鼎 太鼎 這個 今天有漲嗎 今天好像有漲 他現在有漲起來 你看看 其實很多人都偷偷去 偷偷去卡位 等到他有利多 因為一般來講 說完了以後都有媒體的報導 對 明天還有一檔是傑銘 傑銘 傑銘 傑銘的部分也是這樣 他起來以後就慢慢 有一點點 一點點 那法人的部分 就是這一些股票 都要看法人的買賣鈔 對 要看法人的買賣鈔 那動的比較厲害的是26號 26號 來看預期 26號 26號有兩檔 預期 然後另外一檔 4935的茂林 那底下放投信 投信 這兩檔是投信很愛的 要死的股票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茂林 茂林你看股價 他把底部打起來以後 那照理說 因為他跟瓶蓋 有一點關係 你看最近 是不是這樣 投信也買在這裡 這裡是哪裡 所以投信其實套到 套到 所以他這裡要 這裡買的比那裡多 所以 投信也會攤平 攤平 對 跟散戶一樣 投信在攤平 高檔追到了 投信 然後套到了 現在開始攤平 攤平一下 他基本上是這樣 他是逐步在做加碼 對 大概每一個季度 今年大概可以賺到 五塊半六塊 五塊半六塊 對他來講 大概本利比就十一倍 對 那再來另外一檔股票叫 預期 預期 預期的不 我又在笑 投信也是套到 投信也是套到 對 那這裡有稍微買一下 投信也是套到 因為他第一季的財報 出乎預期的好 是 因為大家原來認為他第一季財報 大概只有七八毛 大概後來一塊三嘛 那就這樣子 對 那等一下我們如果有時間 會講到那個叫做 製邪三雄 對 那康蓮跟康蓉 然後再來康蓮 今天有 今天有偷拉一下 康蓮 那康蓮 看一下康蓮 看一下 有吧 其實都有 其實辦這一些 法說會的時候 都還是有一些挺正的 所以如果同樣邏輯的話 他們其實常常都在辦法說 我們下一次如果再有的話 就提供給大家 你就注意一下 就可以這樣子去挑 對 你要去挑一下 挑一下 挑一下 有的時候要好進出 量他比較小 量要大一點 我們來看到這個是今天 陳哥特別幫我們從這當中 他挑一下 今天有幫我們介紹的 我們剛好有個預期 我就把這個製邪三雄 我們把他抓起來 今天其實我們有個頭版 有寫到這個寶城 他說 愛迪達的這個研發中心 不是要設在台灣嗎 對不對 那我們就用比較的一個方式來看 比較的方式來看 第一個 第一季的獲利 這是預期是1.31 然後寶城的部分是1.02 那豐泰的時候1.53 其實以前豐泰都比較好 那最近豐泰的獲利其實不怎麼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看到 預期已經追上來了 追差不多追上來 那股價線 他比寶城還要好 他比寶城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投信的買超 其實這兩檔都是賣超的 這裡是買超 其實我們就來看這三檔好了 我們先從豐泰看好不好 因為他比較高價 9910 9910你看你看 你看他這樣 出出出出出出 因為獲利的關係 是 有點溜滑梯的現象 那你看這樣的狀況 就是跌破1月份的低點 1月份的低點叫7627 一般來講如果跌破1月份的低點的 是比較弱的 那我們看一下寶城 那我們看一下寶城 寶城的部分 其實你來看一下寶城的走勢 就是他其實這個地方我們如果來看 這個地方是8840 他其實已經準備要突破8840的那個高點 對不對 他其實是一個平台 那這個底部如果打 他缺一根中長紅 那缺一些法人的買超 有沒有 他法人沒有買超 就基本上來講 你可以把寶城換一下有沒有 外資的買超 好看一下外資 外資有沒有 最近有在買 你看到 所以我們剛剛看沒有投信 那可愛的外資是買了寶城 對 特別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也公平 看9910 看有買 有買吧 9910看外資有沒有買 沒有 好 那所以他跌下來就比較弱一點 所以這個反倒是口信在買 那我們就回過來看一下那個電腦境 也就是交易所 我們看一下預期他的題材在哪 預期的第一季的獲利 1塊31 那他是不是有藍項 我們現在新政府有藍項政策 對 柬埔寨 他在柬埔寨 是吧 越南是吧 然後GOTES的認證 那詳細的部分應該26號他們公司 就以他們法說為主 那我們從這個這樣來看 投信是買2463張 我們看一下他的線圖 在所有線圖裡面 他是最強的 因為他是過高的 對不對 他是過高 有過高的在做拉回 所以這樣的平台來講 這是一個防守線 這是一個防守線 那這樣上去就有攻擊型態 這個叫做有攻擊型態 那投信是買的 我們也看一下他的外資 外資的一個部分來講 他前面 這個地方 離離落落也有買一點點 那所以基本上來講是投信 投信Focus的在4935跟9802 所以這個 這一次要辦的業績說明會 就這兩檔成哥推薦 可以參考 對對對 好 非常謝謝誠哥 好 那麼再來呢 我們要請維泰 維泰來繼續幫我們回答一下 各位朋友問梁維 梁維怎麼操作 來 梁維怎麼看 梁維其實也是這個瓶蓋骨 那他在做這個蘋果的一個這個線 線材 線材的部分 那以前他都是在幫蘋果 在做那五乳素的線 但只有蘋果在生產五乳素 他就覺得這個單子不夠 對 好消息是現在連飛瓶陣營 都在開始生產什麼 五乳素的線 五乳素的線就是比較環保 比較環保 乳素其實是一個非常毒的一個化學元素 OK 好 那所以其實他的營洲 應該是有機會在持續往上做一個走告 因為他接到飛瓶了 對 三大法蘭最近有在環保的加溫 那尤其是在大物持股的部分 已經連續好幾週什麼樣 環保在做墊高 所以股價目前看起來 你看這種這樣子的走勢跟大盤在前陣的走勢 似乎是有點點大相徑庭 各走各的路 所以他其實跟大盤有點脫鉤 所以像這種應該是 背後他確實有一些他的故事 或者是業績存在 是 所以應該是空手可以介入一下 可以考慮一下 好 那育金可不可以續爆 我個人認為這個階段來講 太陽能比較屬於跌升性反彈 那到這一波下來為止 其實到目前為止 其實外資都一直沒有 從原本的賣超成為買超 那融資反而在低檔做了一些的承接 所以按照這樣子的一個籌碼的結構來看 通常是比較短線的籌碼所為 所以其實如果說要往上去做走高 先觀察看看這條外資成本線 能不能夠成功做越過 所以就是短線上 對 強板談可以 但是如果說這邊 我不到目前為止 看不太到它有真正要展開 波段性大漲的一個條件 好 那一個觀眾朋友問加一 好 那麼加一其實 最近在所有生技股當中 算是漲幅比較少的 波動比較少 當然成交量也比較少 但是我發現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大戶持股的部分 所以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在最近這一兩個月 是出現大幅度的增加 三大法蘭沒買 大戶一直買 對 而且是千張大戶一直買 它是買什麼意思 可能大戶知道某些消息吧 長照 有可能 它是國內長照床位最多的 對 所以也是小硬概念 有可能 所以其實如果按照長照的觀念來看 它可能漲幅還算相當落後 可以追蹤一下 所以沒講到的生技對不對 可以追蹤一下 好 那再來我們看到 這個玉京已經講過了對不對 對 好 這個下一段 好 不要謝謝維泰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來 我們要繼續帶大家來看一看 您的持股還有什麼問題呢 馬上回來 拜拜 把黑色的光線變成 男人的黑色 黑色無糖 UCC 生活中的三高飲食 無所不在 統一健康3D 鞋子鞋糖雙認證 你的健康支柱 一部分遠見 催戀領袖格局 追求完美 永不妥協 奧迪A8領袖首選 眼界深處 進化科技定義未來 這是很多人共同的夢想 但僅有小數可能實現 放棄絕不是藉口 小時候我比別人都矮 所以需要加倍努力 只要你熱愛她 當機會來臨 就要勇敢追求 安聯人獸 挺米前進夢想之路 參加安聯足球小獎 男人的黑色 黑色無糖 UCC 插畫界的諾貝爾 國際安徒生插畫大獎 50周年展 首度官方授權 全球首站在台北 世界頂尖插畫作品 萬種選一完整呈現 集結二十個國家三百件創作 看插畫 讀繪本 玩創意 揮開想像的翅膀 一生必看經典之作奇劇台灣 今年暑假 帶您進入世界插畫最高殿堂 精彩可奇 不看可惜 國際安徒生插畫大獎 50周年展 預售票 各大超商熱賣中 大獎 小心 黑色太強了 你太緊張了 我們可以吃 別說了 我願意 我只希望 好水不夠 好便就行 FIN是補水專家 全世界都知道 FIN健康補給飲料 生活中的三高飲食 無所不在 統一健康3D 鞋子血糖 雙認證 你的健康支柱 好 歡迎回來 這一段呢 要幫大家解決您的持股問題 那麼剛剛那個最新的消息 跟大家看看今天資卷變化 昨天我們看到了台股大漲200多點 但是反倒是 資跟卷都是減少的 那今天呢 我們看到 今天的一個大盤的指數 稍微回來修正 今天的資增了7.9億 卷又減了1萬張 我先請誠哥來幫我們看看 今天這個資的部分 融資的部分都增加 這代表什麼 因為今天套牢 今天套牢 因為今天是開瓶往下走 所以今天是套牢 那融資增加呢 這代表大家進來嘛 融資增加就是套牢 融資增加的套牢 對 因為昨天看到哪一根 我拉這樣 以為今天要繼續拉 開心就進去買 對 就進去 所以套牢 那明天有沒有續牆力道 我們剛剛看國際盤都好強喔 希望那個 希望那個美股能 美股有的時候 很背骨 背骨你知道嗎 就人家歐股長 他就故意要開高走低 他每次都是這樣 賤人 就是腳情 我們就期待他 可以 希望他也是跟人家一起長 一直用力長 對 來 誠哥幫我們回答一下 觀眾朋友要問這個 F康樂 F康樂已經連續的跳 漲停板了 12345 我們從這裡講就好 要過去嗎 不用 你坐著講就好 你看12345 這個是傳言 傳言 因為他本來來掛牌的時候 他的這個老闆是拿督 你說他缺錢 市場上傳言說他要換老闆 對 他家族也沒有欠錢 人家拿督 拿督 他真的沒有欠錢 真的喔 對 他是做那個飲品的 保健飲品 對 所以這個 他可以加 膠原蛋白可以用喝的 喝了可以漂亮 對 變漂亮 好 他可以送個兩瓶 那對他來講是這樣 因為這個盤來講 大概你要加碼要怎麼加 就去每天掛掌停 每天掛掌停 那剛好你買到那一天就打開 怎麼辦 你可能會怕 所以這股票 不然你就等他打開 能看到一個低點 那個位置再來 所以現在 對對對 你一直給他追下去 不要啦 對 我不要啦 那裡有股票就繼續抱著就好 好 續抱但是不要再加碼了 這觀眾朋友 那再來一個觀眾朋友問的是 6274的台藥 6274的台藥 這種股票走的這樣 但是我們看 這是外資也有買 投信也有買 底下放一下投信 其實外資也有買 投信也有買 來 投信 投信 投信前面也有買 但是這家公司不要忘記 我不知道他公司其實都一直沒有 把後續的官司的問題拿出來講清楚 因為他上次官司輸了 要判賠 判賠的話大概要賠大概一塊多 那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是 那個官司不知道真的假的 不知道真的假的 我覺得是假的 所以股價才會這樣 藉由官司的關係 下來把人家籌碼都收完 加起來 那個官司絕口不提的 現在奇怪 我也覺得奇怪 你們上網去看一下這個 因為這個我沒辦法替公司去回答 這種有關係的問題 所以這官司的問題 美國有賭書 在觀察它 對 怎麼會這樣 有點奇怪 就讓他上次跌到20.55的 那個時候就是 OK 好 那再來一關朋友問的是 生計股當中的五頂1733 這個怎麼看 他說還可不可以買 五頂的部分我們來看 我們最近有的時候會比價 就比價 那雪塘基的有一檔股票叫4736 泰博 泰博 泰博你看 他今天創的歷史新高 好強 有吧 創的創上去了 那泰博的 基本上來講 國內的 如果兩個 雪塘基的 大概兩個 一個是泰博 因為泰博它其實有自由品牌 那我們看一下五頂 我們看一下1733的五頂 1733五頂底下 換一下頭信 對對對 這是頭信最近買的 對 那我剛剛不是講說 頭信最近還蠻厲害的 對 所以可以跟著頭信做 那你就注意一下它 因為它有個最大的客戶叫拜爾 拜爾因為 雪塘基以前 美國補貼比較多 補貼比較少 他說不愛做 就是這樣 那不愛做以後 他變成 有一陣子 前一陣子就是訂單就少了 但是後來 中歐的客戶又起來了 加上他在中國大陸有自由品牌 所以他大概又起來了 因為他本來是國內 雪塘基跟雪塘測試那個值 那個產能最大的公司 那如果泰博再往上拉 大概 這個頭信大概想 你都百五塊 你才五十 那兩個獲利大概一半 如果他今年是大概三塊半 泰博大概是八塊 大概是這樣 那八塊兩個技術程式 當然它有一些 比較金屬用的測試的 測試的這個 測試紙的這個部分 所以泰博的技術比較好 但是無敵也不差 不是他有他一部分的專利 那對他來講 技術如果做 做雪塘基的 當然他技術比他好 因為他是做代工的 那他這個還可不可以買 觀眾朋友問說 這還可不可以買 如果他再往上走 我覺得他是可以買 泰博繼續漲他就可以買 對對對 你就注意一下泰博 泰博繼續漲 我覺得會有一點 拉引的作用 OK好 那3698的龍達 龍達怎麼看 3698的龍達 他自己 第一個 他有實施庫藏股 對 那LED最近還蠻可憐 不是最近 自從山安關店來台灣 腳亂一池春水以後呢 就很慘 先倉股的燦園 燦園又跟那個 你看一下晶電 又跟晶電病 病完以後 晶電現在不爽了 又把燦園的廠給關了 把人工給解散了 那怎麼會弄得這樣 那所以基本上來講 龍達 龍達的部分 因為龍達是一塊Cream 對 是策略聯盟 他可不可以買 一句話 可以還不可以 續爆 好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 那麼再待會呢 這88健康永芳 今天我們的雅芳姐呢 要帶大家來看的 就是個失智症的問題 失智症的問題 現在在台灣社會 越來越多了 大家形容說 這個也叫做癌症之一 這個老人當中的癌症 那麼您知道 有些簡單的方法 可以預防失智喔 吃銀杏有沒有用啊 椰子油有沒有用呢 待會節目內容當中 都要跟大家來做分享 那麼今天的節目內容 希望您喜歡囉 我們明天 好 好